預防性原則 我們通常可以翻譯預期原則 那它其中有一個部分 除了在規範國家之外 最重要另外一個就是 貢獻資訊跟貢獻 簡單來講就是說 從預防性原則的角度來看 民眾有權利知道貢獻資訊 那民眾有權利知道貢獻資訊 它也有權利去表達說 這樣的一個產品 無論是管線或是產品 它要或不要 我想這是一個民主國家重要的 在國際承襲的貢獻資源的重要的承襲 那我想這個部分當然是我們台灣 現在還要努力再繼續執行 那當然預防性原則 還可以適用到 這次非常多可以檢討的部分 我想我們待會再一定會談